歡迎回來,看看體育方面 廣州馬拉松賽工作總結會議昨天召開 廣州市副市長廣馬組委會執行主任黃東表示 廣州馬拉松明年將會取消五公里的迷你馬項目 同時賽道的出發點有可能調整到天河體育中心 或是爬州會點中心那裡 黃東表示,廣馬已經跑了五年 花城廣場作為賽事起點有一定的局限性和不足 根據2016年的數據 全程和半程全部通過拱門用時將近40分鐘 起跑時間過場,比後續賽道解封、關門等組織工作增加難度 出發區賽道,花城廣場至閃川路路口路段 同樣合宅,影響選手起跑 據現場觀察和選手反跪,該路段基本是走步通過 此外,景觀廣馬的賽道獲得中國最美賽道之一 但近年來,廣馬一直固化沿用一綱兩岸賽道 賽道所經橋樑、隧道和急轉彎較多 在眾多馬拉松賽道中難度較大 是影響選手成績的重要原因之一 廣馬組委會表示,這些硬相影響了廣馬的進一步發展 未來將考慮將天河體育中心和爬州會展中心作為賽事起點 而今年,廣馬將縮小5公里迷你馬拉松的參賽規模 到2018年將不設迷你項目 廣東台報導